各位早安 今天上班三分鐘論述 標題叫做愛看又愛閒 那閒別人的影片 自己卻不做影片 就這樣子 因為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就是大家很習慣說 反正手機打開 你也不用什麼行動 手指動一動 就有看到一些我們YouTube的頻道 這樣子 那我們有時候做個影片其實 非常花時間 可能像是三小時四小時五小時都有 有時候光上船就花了 一個小時多 那還算順利 然後像近期有一個人 他好像在嫌棄我說 那個颱風天就是要吹喇叭 他講了一大堆東西 說他聽不下去了 這小老八該怎麼吹 該怎麼樣怎麼樣 哪些音真的是偏高偏低等等 我是想 如果你還看不出我影片的意思 或 在那邊認真的說小老八怎麼吹 等等 那我覺得你真的不是一個好的老師 那你也不用跟我炫耀說你小老八有多厲害 很多人說 會藉著像是貶低別人 然後來 空抬到自己 那所以小老八這東西 各位一看就知道嘛 按的執法都比較慢 然後 也只是玩笑性子 連修音樂都沒修 反正手機錄了就上去這樣子 那他還在那邊閒 這樣子 那其實像我們 像我自己以前也有教樂器 我們很知道樂器是無止境的一個學習 那你 雖然是我吹喇封 我也不敢說自己多厲害這樣子 好啦 那這個就是樂器部分 那有些也是啊 又在說 欸我這些直播上班上班都論述 然後說欸說 我之前談那個什麼 贏護送之人 而無護送之人的一個情況 然後他就會在那邊說 怎麼樣怎麼樣 反正就是他意思 意見很多啦 不打緊 反正我就直接封鎖就好了 那意見那麼多 那其實 你自己一樣 你有YouTube的話 可以有自己做影片嘛 因為 可以在我這邊留言 代表你有YouTube帳號 要自己做影片都很簡單 但很多人都這樣子啊 他自己不做影片 然後我們做一些影片的時候 也在那邊閒 或者是 像BB槍也有啊 你這樣子 什麼還在那邊猶豫老半天 怎麼 還不敢換袋俠 類似這樣 有的沒的 這樣子 我覺得這很好笑 因為你站在 坐在螢幕後方 然後 看著別人的這種 動作 或怎麼樣 很簡單嘛 你要批評都很簡單 但 我覺得說如果一個正式的 認真的一個批評者 那你應該是像 就像我嘛 我批評台鐵 那我會做一些實際的發生的影片 他還發生什麼影片啊 或等等的 那如果你愛批評我也沒關係 你可以示範一下說 欸 邱老師這個齁 你下巴吹這樣不行 那我這邊示範給你看 這要怎麼吹怎麼吹這樣子 這才是一個真的負責任的評論 那你要說 閒東閒西 什麼都可以閒就對了 但是 我覺得 既然你有自己的頻道 那 手機也很方便 像現在我們這樣 抓到手機就可以錄了 那 一個負責任的評論者 他是應該 就拍影片 細節認真的說一說 不是說在那邊打一大堆字 打一大堆字又怎麼樣 只是很多人都是用這種方式在炫耀自己的一個 知識的淵薄 然後來批評別人的知識的淺薄啊 等等的 我覺得就是有心態 就是愛看又愛閒 好吧 各位早安到這邊 早安拜拜